说到两位战场上下来的老战友跨越36年的相聚,首先得提一下我的父亲,因为我父亲就是这两位越战老兵的其中之一。 其实,关于父亲的事,我已了解甚少,常年在外上班,工作比较忙,陪伴老人家的时间就显得比较局促了,对此也是我一生当中最为愧疚的事情吧。 父亲的经历,还是还提时候听闻比较多一些,自己是以来,印象中父亲就是一个比较严格正直的人,并且也很少主动说起战争时代打仗的故事,偶有数半提起,我们小孩子才能像看电影一样从他们口中,听闻一些战场上的画面。 年事件大,父亲脸上也挂满了不少沧桑,更多的,是从父亲的个人物品之中才能看出。 他曾经也年轻过,而且是那么精彩的年轻过,用炮大做的台灯,用弹壳做的拐张,还有那一色黑白泛黄的老照片。 岁月蹉跎,时光的流逝,我也慢慢长大成人,年纪稍大一些,才会在偶尔和父亲喝酒的时候,从他口中和知一些他们打仗时候战场上的一些残酷。 每每提起牺牲的战友,提起战场上一起退役的兄弟,父亲总会激动的双眼通红,经历了几次,我也不想再提起父亲的伤心事了。 两位相隔三十六年的老战友相聚,还得从父亲接到的一个电话说起,十月份,本人喜的一小女儿,也完成了父亲多年的一个心愿。 抱上了小孙女,还在生孩子的时候,父亲就全程陪同,女儿出生的第二天,父亲电话响了,接听后对面掀来了父亲的名字,然后说是父亲的战友。 父亲接到电话的时候,本是不相信的,因为那个年代的人都比较小心,生怕是偏人的,直到对方说出了一起服役时的部队番号还有一些战友,父亲便开始相信了这位老战友。 只见父亲脸色越来越激动,叫了一声手掌,聊了战场上的事后,含着黯然的神色挂断了电话,不见了种种神色,我便在旁边看在了眼中,随后我便让父亲给我老战友的号码,用我的手机加了他的,因为父亲是不会打字的。 更别说完,家到父亲的老战友后,他礼发来了1982年,和父亲和尹的一张老照片。 照片一发过来,我便激动着给父亲看,因为这张照片从我小时候,就一直挂在老家的镜子上。 父亲也才正真的认出了他的这位老战友是谁,相互寒暄之后,问出了对方的地址。 之后两天父亲总是很激动,偶尔出抽烟的时候,老是提起战场上的事情。 于是我就向父亲提出,要不过两天我驾车,和他一起去见见这位老战友。 父亲表面是很平静的,说我老婆当生孩子,事情又忙,不必了,但我还是看出了父亲对战场上兄弟的那种渴望。 接到电话后的第五天,终于决定和父亲一起去见见他的这位老战友。 我也想认识,认识父亲年轻时候一起出生入子的兄弟,因为路程不是很远,大约三百多公里,驾车两三个小时就能赶到。 到了老战友家附近,又找了一个人带路,终于赶到他家房子前面,快要下车的时候,父亲连连坐了几次深呼吸,不难看出他刻意压止住的激动。 我们下车后,对方出来迎接的时候,两人对望一眼,便无语伶,只是紧紧抱住对方,十九才放开,进了屋后,便谈起了战场上牺牲的战友。 哪场战役哪个战友牺牲了,哪个战友又受伤了,又互相说起去烈士陵园,祭奠牺牲战友的心情。 从这次相聚中,我得知,原来父亲是一个战斗班的班长,而他的这位老战友是另一个战斗牌的牌长,两人参加过很多次战斗,一家老照片上,又还在世的,又新生了的,又联系不上的。 演见着这一幕幕的历史,让我更加的懂得了和平,和美好和父亲慷慨激昂的青春,告别时,这跨越了三十六年的两个人,再次合影,却看到的只有沧桑,那些激昂的青春都深深的埋在了心底。 一张板黄的老照片,两位越战老兵跨越三十六年的重逢,两人都早已泪眼婆娑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